而且朝鲜半岛局势紧张 战事可能一触即发 而本台也派出了国际中心记者林佳玄 前往首尔观察南北韩的最新状况 先从今天晚上要搭机到首尔的班机处 来看这边是处于几乎客满的状态 是否对于南韩北韩现在的稳定性有信心 我们来听听佳玄来自桃园机场的连线报道 好的主播还有个观众 现在记者所在位置是在台湾的桃园机场的后机室 那么这班飞机将会从台北出发 前进到南韩的首尔 不过根据记者的了解 现在这班飞机可以说是九成五的满 所以虽然朝鲜半岛的情势似乎在国际上来看 觉得相当的紧张 但其实大部分的乘客对于南韩的状况 仍然是很有信心的 来听以下的几段访问 我们有很多朋友 我之前曾经在南韩北韩在南韩的爆炸 所以它没有觉得不安全 当地的朋友是跟我们说 不用太紧张 就是放心玩就好了 对啊 然后家里人也就蛮放心我们的 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访问呢 可以发现不管是要去韩国 洽工旅游或者是回家的游客 他们其实对于南韩现在的状况是很有信心的 甚至于我们也听到了有南韩的民众认为呢 北韩其实这一次呢 虽然处处的在呛杀跟放话 但其实呢 只是想要恐吓美方跟韩方 做一些势力上的威胁而已 但是并不会有真正的 什么样战争情势的引发哦 所以以上呢 是记者在桃园机场所做的连线报道